平时我做饭菜呢 就是简单粗暴 做熟了就行 我家老人孩子的也不挑 这过个生日吧 我心想准备点吧 怎么着得来个仪式感 给摆一摆 要不这小孩盼了一年了啊 我家真的是吃豆腐大户 也这四叔出去 又买了一大筐豆腐 连炸豆腐了 还有这豆腐干了 我们这边吃豆腐挺多的 每天都少不了这些豆制品 其实吃点豆制品也挺好的 这些豆腐呢 一时半会儿吃不了 把它放到冰箱里豆了 就成了冻豆腐了 我这一早上呢 啥也没干 还感觉在厨房里毛毛活活的呢 就我自己一个人整 然后把它土豆呢切成块 放到水里呢 煮个七八成熟 然后给它撒点烧烤料 干着烤肠呢 放了这个烤盘上 进烤箱呢 烤个15分钟左右 这样烤熟了也挺好吃的 要油炸呢 我感觉有点油腻了 放了一小块面 二姑呢 一天在我们这边呢 给我买做饭 天天都是一些花样的油面饭 今天呢 整点这个小麦粉的 发好的面呢 给它改个薄饼 上面给它撒点胡麻油 再撒点小面粉 这样呢 它起层 这两块落在一起了 拧个大花卷 今天这个花卷长 我心想也不用四处烧大锅了 太麻烦了 再说呢 今天做的菜多 也吃不了太多 这大铁锅做饭 就是比较得劲呀 做的也多也快 这锅底下呢 刷点油 把这花卷放进去 静置五六分钟 然后呢 再倒入三分之二的水 盖上锅盖 15分钟就熟了 我是做点面试还行 你说让我做菜呀 真的是做不出啥花样了 家里有啥就整啥呗 正好这线豆腐 炒一炒 放点韭菜段 家里还有点虾 油焖个大虾吃 泡一点鹿绒菇 芹菜 这样一炒 小素菜一搞完事 就是凑上几个菜 其实吃也吃不了 这花卷呢 15分钟熟了之后呢 下边这样就是 带鸽炸的可香了 可好吃了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很简单 在家吃呢 也挺好的 简简单单的 就自己家人吃嘛 平时也是我们这几个人吃 只不过是 今天孩子过生日吧 就是多做上几个 意思意思 还好看 这不给孩子 订了个生日蛋糕吗 我家孩子是 今天过生日 我是出酒 所以说生了我家孩子吧 我俩这个生日 每次就搁一起吧 出酒呢 也就不用整了 沾孩子的光 然后订个大蛋糕 现在的小孩 真的是幸福呀 像我们小时候 在农村过生日 真的是哎呀 平时吃啥就是吃啥 有馒头吃馒头 有煎饼吃煎饼 哪像现在这孩子 哎呀 还得满满的仪式感 所以你这生日蛋糕 哦 这谢谢生日快乐 哈哈哈 你可不可以说 没事吃呗 谢谢 哎 哎 不客气 我先底下蛋糕 哎呀 嗯 不那么谢谢